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第一个 这里面全部都要用名称 所以后面的话 即便是一个储存格 我也会定义名称 那怎么做? 一,请你先把名称管理员里面已经定义好的全部删掉 我们重新再来好了 这样会比较好 那哪些要定义名称? 一,这一个总发行股数 当然怎么比较快 当然你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 不过你可以用定义名称 你会发现定义名称很快 而且甚至他把冒号给拿掉 这个会比较快 这个呢 分配盈余 他一样会把冒号拿掉 所以这一招比较快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 不过呢 可能你还是没有这个来得快 再来的话,下面这边 总共会有8个 A到H栏 Ctrl-Shift向右向下 那我讲过,如果这8栏全部都要变8个名称的话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会是最快 所以这边的话,我这是教各位最快的方法 当然你也可以一个慢慢做啦 不过没有那么快 再来的话呢 配股数量表 我先把底下的工作网名称 点两下复制 再点这个范围 把它贴上 我习惯 特别注意喔 我不会选到栏位名称 因为栏位名称 并不是我要查询的资料之一 但是很多书里面 或者是说有一些 我看其他老师他都会选到上面 但我会觉得这应该 比较不是比较标准的做法 我追求的是比较 稍微正确的 好那再来的话呢 税率表 这边Ctrl C 然后呢 不选到栏位名称的其他 资料 把它贴上 Enter一下 记得Enter很重要 因为之前有同学贴上了 然后就离开 没有Enter 他说老师为什么你的都OK 我的为什么不OK 我一看 名称管理员里面有没有税率表 没有啊 然后我说那你做一次给我看 他就把它贴上之后就离开了 他忘了一个Enter的动作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基本上我们刚刚定义了几个 两个加八个 再加两个 所以12个名称就定义完毕 所以我刚刚是全部重来 这样会比较OK 因为之前 是从中间 定义啦 有些可能会漏掉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按照什么 按照我们刚刚的分配股数 那分配股数的题目要求 其实在这边 那基本上 分配股数什么 以业绩 搜寻 配股数量表里面的配股数 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我现在的业绩 1450万 那我应该分配多少股数呢 所以业务 假设业务人员 每个也是股东 所以以前足科 有一段时间 每个业务人员都 薪水都至少千万以上 因为他都配股 那这边的话呢就是 配股数量表里面有一个表 有没有 如果是1000到2000 那就配这个 所以当然不是直接 你不是说复制贴过来 而是怎么样 我去搜寻 所以怎么搜寻呢 用应该 它的栏应该是A栏 反正就在第1栏 那我可以用V2函数 那另外的话呢 我比对的方式不能用0 因为0是要完全一样 这里面没有1450万 而是要找接近的 OK 那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 插入这个V2函数 所以检释与参照里面最下面这个 那我要找什么 找这个 但是他切过来的地方是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记得除以10000 Table Array F3 却找什么呢 配股数量表 里面的第几栏呢 那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 先点到下面 再点回去 他会自动帮你把 配股数量表切过来 1 2 3 我要第3 所以3 比对方式一定是1 不能是0 0的话要一模一样 那 因为呢 如果是名称 就没有锁定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固定在那里 所以就是不用去管 按确定 向下填满 现金股利的话呢 基本上他有公式 什么公式呢 他的公式是在这里 现金股利 原有股数 加上分配到的股数 有没有他分配到股数 再除以总发行股数 乘以分配盈余 光这些你就头晕了 不过如果你用名称来做的话 其实非常的简单 等于什么呢 等于 F3 他原来有的股数 原有股数 加上 分配到的股数 就是他的 这个 分配到的股数 先加之后再除以总发行股数 除以 F3 总发行股数 其实就是按F3 再乘上什么呢 F3 分配到的盈余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在题目里面看到的嘛 反正你就照着这样做就OK了 打勾 向下填满 那税率的话呢 是根据什么 他的那个 税率部分的话 是根据 原来有的股数 与 分配股数 不会跟上面一样吗 总和去找一下那个 税率表 所以呢 其实你可以拿 刚刚的这个 总和 复制一下 那我可以在这边 那不过税率表 它是横的 所以呢 我必须要用什么 HLOOKUP才能完成 所以这边的话 HLOOKUP 那他会问几个问题 第1个问题 一样 原有股数 加分配股数 那还是10000 除以10000 128 然后去查一下税率 应该缴多少税呢 税率表 如果不知道哪一列 再点一下 123 所以输入3 比对方式呢 一定只能是 1 不能是0 因为没有1 一模一样 0.12 按确定 向下填满 算完了 那扣税后的现金鼓励呢 他这边题目有提 提示就是什么 现金鼓励 乘上 1-税率 所以其实 这边就是等于是 等于F3 现金鼓励 乘上 1-税率 F3 所以你其实 都是透过F3 然后要先减 所以 外面先包一个刮糊 先把 那个 先减完 然后打勾 所以其实 有时候 这里面到底是 反正公式上面都有 你就照着公式做 那排名的话就是什么 杀入函数里面 这个地方就要用rank EQ 所以呢用 统计里面 有一个r开rank EQ 所以这边的话用rank EQ 那我的 现金鼓励 在这里 我要跟什么比呢 跟F3 跟这一整个比 就是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在哪里 在这里 OK 就跟他们全部比 这个是一个范围 他在这个里面 排第几个 排三数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全部都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用名称来做的话 很多东西就变简单了 而且 另外 我觉得可阅读性 也会比较高 不然之前如果你不用那个名称来代替的话 你光看到公式 像我常看到别人 这里 到这个范围 我怎么知道那是什么范围 你 给我的名称 又很困难吗 对不对 想一个名称嘛 对不对 我一看我就知道你的公式代表什么吧 不然我还要 点到那边去 还有更 更离谱的是 他 VILO函数是另外一个档案 那他另外的档案没有给我 那我怎么抓另外档案的资料过来 所以 这就是麻烦 所以特别注意 名称定义好 最后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怎么样 一键完成 还记得吧 按下去 自动呢 假设你又有新的资料update 你可以怎么样 做个清除 清除应该会啦 两个方法 一个是 一个一个清 一个是范围清 两个都可以 再来的话呢 按下一个计算 自动怎么样 其实我只是怎么样 把公式 直接 输入到储存格里面 但是一样还是可以一键完成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 我觉得 不难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请各位先把那个 名称的部分 全部清掉 所以请你到公式里面的 名称管理员里面 把里面原来有的啦 我建议你干脆全部清掉算了 重新来过 不然的话呢 这个有时候 反而新的 旧的搞不清楚 但干脆重来 然后建 总共 两个 上面两个 八个 再加两个 配股数量表加税率表 我试一下 自然 下一个 我 好